请问如何把它储存起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点这个储存档案 那建议各位 存到我的习惯是已经建立一个资料夹 然后我会放例如说今天的日期 还有我们这个资料应该叫做什么 超市分析 所以我就取名超市分析 20190128 这是上语的部分 好直接点存档 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第一个档案了 然后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分享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的工具 我们用Power BI 它里面就是在画这些统计图 然后我们可以一口气画好多好多的统计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稍微提醒你一下 像这边各年的分析 如果很多年建议用折线图 如果只有4年你用直条图就好了 那这都是有差异性的 当然这边还有像什么圆形图 我想这蛮简单可以画出来的 那这边你有没有看到好多项目 这么多项目的话建议就是用折线图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记得把那个线稍微设出一点 然后把那个骨干点全部都显示凸显出来 这样会漂亮很多 好 那接下来我们所有做连续性 就是说各年的分析 各季各月 还有就是看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还交了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就交各位散步图 用散步图来去找出哪一个客户是最好 前十好的客户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到最差的十个客户 这些都很容易就可以辨识出来 你游标只要点一下这边 你就会知道说他跟我们公司 如果说另外一张图是那个纸类产品 你点一下他就可以看到 他到底跟我们公司买了什么产品 这样的话萤幕了人 因为联动我下午就会教联动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他的前提是因为你已经会先画了这些分析的图 好 然后再接下来我是不是又教各位这个动态散步图 无非就是希望各位学了这些分析的方式 你就要开始思考一下 下午我们三点到四点半 我会请你们打开提用给你们的那个相关范例 自己来动手画 从连续性分析 季节性月份叠的分析 然后接下来去看同期比较 假设你今天就一年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会请你再去下载 例如说第二年的资料 我们来去看这两年他的一个同期比较 当然有可能你不会画同期比较 再来就是请你继续来去做散步图的应用 还有动态散步图 不能说你今天上完课之后 你都没有实际的操作 这样做不好 所以到时候上午三点钟开始 我们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实作 就是请你们真实的各组实作 自己分配到里面的题目 然后希望说你们能够发挥小组的特性 顺便去观察一下谁适合明天来做散排报告的那个人 知道吗 因为到时候我们是艺主推派的位代表 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评分 然后看谁觉得说哪一组表现最好 表现最好 会帮给他一个小小的领悟 可以吗 好 我们今天上午就暂时先到这个地方 到一个段落 有没有学长想提出来问题的 我们来稍微交流一下好吗